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聆听 每日福音 我是韦韦 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二 我们纪念护手天使 福音经文在《马道福音》第18章第一节 那时候 门徒前来问耶稣说 在天国里 谁是最大的呢 耶稣叫一个小孩过来 使他站在他们中间 并且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除非你们回心转意 变成像小孩一样 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 所以 谁谦卑自己 如同这个小孩 这人在天国里 就是最大的 谁因我的名 而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的人 就是接待我 你们要小心 这些小子 一个也不可轻视 我告诉你们 因为他们的天使 在天上 常常朝见我天父的面 有许多教堂都会摆设 这洁白美丽的天使塑像 一表恭敬 而圣经中 也常常出现 天使歌咏赞美天主 并受天主的派遣 向世人传递救恩的喜讯 在耶稣的生命中 从诞生到升天 一直都有天使 一直都有天使 互守着 然而透过今天的福音 也向我们指出一个 十分温馨的浮传浮度 那就是 透过接待 我们成为彼此的天使 在西伯来人书 更守护我们 今天当我们庆祝 护守天使庆节的时候 就让我们感谢生命中 那些以天赋的慈爱 来对待并接纳我们的人 并恳求天主帮助我们 也能够成为 别人的护守天使 今天的福音 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领天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